人工智能真的可以设计蛋白质吗 今天我们要去看一看生物界的CHET GPT 把这个进程由于来自几万年十几万年 缩短成一个月两个月 化学合成色素安全与否争议不休 天然色素成本高昂 矛盾要减货 我们解决了化学合成色素所面临的安全和环保问题 国内这块合成生物学的发展 已经走在欧美前面了 作为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融合的代表学科 合成生物学被认为是未来的颠覆性技术之一 在深圳的工程生物产业创新中心 一大批大湾区初创企业的科研人员正在忙碌 这是我们禁于这个微生物根厂的第一道 因为这一道工程会进入到我们第二道华坟 三道是一个房间 进入到第三道房间 这第三道房间呢 它是一个封闭的房间 这个车间是我们的尊重保存 与尊重活化的车间 袁晓离带领的团队 正在研究绿色环保的天然色素 染料和原料药物的生物合成 如今他们通过生物合成技术 建立了电缆 黑色素 黄色素 红色素 等天然色素的产业链体系 传统的生物学其实都属于分析生物学 研究的主题是理解自然演化出来的生物 而合成生物学则是人类自己创造新的生命系统 比方说 一般我们制造塑料 需要开采石油 建化工厂 而通过生物合成学的方法 只需要修改大肠杆菌的生物元素 设计好模块 再插入一些基因元件 就可以让改造的大肠杆菌 自己生产塑料 清洁无污染 在这一个实验基地 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合成技术 编辑植物中可以生产色素的基因 然后在大肠杆菌里合成 通过设计好的基因路线 可以让大肠杆菌自己生产出人们想要的色素 我们现在相同于就是从植物里面 把那个电缆的整个的基因 和它的生物信息通道 帮到了微生物身上 然后通过这个微生物 来生产我们需要的产品 它生产的产品的性质 和从植物里面提取的性质 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已经我们活化好的菌种 现在我们要进到小四车间 什么是小四车间呢 小四车间就是将我们实验台的菌种 然后第一次到工业化生产落地的 这样的一个测试的一个车间 我们把它叫做小四车间 这是我们小四车间的四连罐 四连罐是我们第一级的发酵罐 中四车间就是我们要进行我们的放大生产了 这个就是我们正在一个进行中四测试的一个发酵罐 这是我们50升的一个种子罐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正常已经绝种了我们的这个菌体 现在人们对化学合成的色素越来越抱有怀疑 天然色素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但是这些天然色素的生产成本过高 短期内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去生产天然色素的研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在合成生物行业 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 可以说是一个死亡之骨 很多技术壁垒就在这里产生 这一个科研团队目前已经克服了诸多的技术壁垒 实现了天然色素的量产 现在基因的技术呢 从基因的边际 基因的测序 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大的技术壁垒了 所以有的技术壁垒主要是产业化的壁垒 在这一块中国比美国更有优势 因为第一个就是全球百分之七八十的那个微生物的发酵工艺 都在中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来讲中国有庞大的市场 可以支持中国这种合成生物产业的产业化 经过菌种活化 安全检测 发酵培养 还原去渣等一系列操作之后 大自然中珍贵的同款天然色素 就被我们通过微生物发酵提取出来了 与工业应用中化学合成的染料相比 生物合成的染料对大自然是零污染民排放 那现在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染布的构成 电缆是一种还原性的染料 它还原以后还会形成成金黄色的液体 然后布在里面染完以后 拉出来进行氧化 它的蓝色才能够附着在染的那个布上面 它的能度不一样 会染进不同的色彩 在全红的植物染布的过程中 氧化的时间很长 因为它的能度很低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能度很高 并且是没有什么杂色 它的氧化的时间很短 几分钟就可以看出它变成蓝色 就是每人一条牛仔裤 大概要用到1000公斤的水 要浪费到1000公斤的水 我们这个过程是一点水都不会浪费 一点水都不会浪费 可以进行无水染布 袁晓黎原本是学计算机专业的 他为什么会选择合成生物学 这一个新赛道呢 想说去乡下看能不能 替乡村的尊心做的供一下 就选择了去种了差不多2000亩地的板栏根 用来提取植物电缆 在做的这个过程里面呢 那个植物的电缆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就是它靠天吃饭 就是种的过程里面有个天气不好 产量就很低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它在提取的构成里面非常复杂 环境污染也很严重 所以后面想着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天宫开悟的生物合成色素 除了可以应用于应染领域 还可以广泛用在食品化妆品和药品等领域 满足人类生活生产需求的同时 也为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科学家预估 合成生物学将会带来第三次生物科技革命 它的经济价值潜力巨大 麦肯锡数据显示 预计到2025年 全球的合成生物学和生物制造的经济价值 将可以达到1000亿美元 未来全球60%的物质生产 可以通过生物制造的方式来实现 我们克服了天然瘦属 从动植物中所提取面临的产量少 产能低等问题 而相对于化学合成色素 我们解决了化学合成色素 所面临的安全和环保问题 所以我觉得合成生物学在未来 必定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 在同一楼层的另一个团队 正在进行AI造物 事实上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标志着社交媒体时代最重要的技术突破 普华涌到预测 2030年人工智能将会为全球带来 超过15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长 如今人工智能算法 推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 以及AI快速设计出原创蛋白质 已经变成了可能 蛋白质的话是由一个一个氨基酸 这个组合而来的 我们呢这个是得到了这个 蛋白质的一级结构 也就是说它氨基酸的这种顺序排列 把这些数据的话 输入到这个软件当中的话 它可以计算出来 蛋白质在可能情况下的 它的这种三维结构 大概是什么样 它可以这个把这个大分子 跟小分子之间的话 这种结合它也可以通过计算 能够把它具体的这种结合的 这种位点以及空间走向 结合方式的话 都能给你这个算出来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 人们只能依靠耗时费力的手段 去探索蛋白质的空间结构 按照需求设计蛋白质 原本需要几百万年进化得到的东西 现在几分钟就可以设计出来 有时还会超过自然进化的水平 生物学家发现 使用机器学习 可以在几秒内创建出蛋白质分子 而在以前 虚实也许是几个月 用这个AI来辅助这个基因改造 跟这个自然界的这种自然筛选 应该来说没有这种本质的这种不同 它是怎么就是说 把这个进程 由于来的这个几万年 十几万年 缩短成一个月 两个月 科学家刘丽辉 正带领团队对AI设计出的 煤进行筛选 出来通过实践 来进行这个 军途的这种筛选 筛出来之后的话 如果它这个基因已经很好了 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说 用它来直接表达这个煤 做这个生物煤气化 然后获得我们想要的这个产物 另外一个呢 就把这个凸平好 净化好的这个煤基因的话 可以作为一个云镜 给它整合到我们的这个 细胞工厂的底盘细胞里面 什么是细胞工厂呢 小小的微生物 其实像一个复杂的化学品加工厂 它的体内执行着 成百上千的代谢反应 人们需要做的 就是在微生物体内 像实施手术一样 搭建一条生产线 把相关的基因元件 用来表达特定生物煤的DNA序列 导入到细胞工厂里 让微生物生产出 原本不能生产的产品 那我们现在这个生物煤工厂也好 还是细胞工厂也好 它是用了单一的一个细胞 对细胞进行改造之后 它的工艺路线没有这么长 而是通过一种简单的发酵 我们可以把理解为 就把之前整个工艺路线里面 需要设计的这些元素 我给它装入到这个细胞里面去 让它在这个细胞里面 可以完成 所有工艺路线的一个实现 跟落地 而不是说是我们 投反应罐 A反应完了 然后我再投B反应 然后再丢C产物进去 那我们通过一个细胞 进行改造好之后 这个工厂里面 就可以完成所有的生物 这个就是蛋白质定涌的结果了 像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想要的目标蛋白 也就是我们目标的生物酶 它在定涌上体现的话 就是这么粗的一个挑战 这说明的话 它的确是已经诱导出来 而且表达量比较高 细胞工厂属于更高级别的绿色合成 在传统发酵工艺基础上 对菌株做出深度化的改造 使得工艺路线更短 成本更优 产量更高 更绿色环保 更重要的是 细胞工厂的绿色合成工艺 开发食品 医药原料 可以极大的保护动物 防止植物过度开采 真正意义上 保护了环境 去避免了从动物体内 去提取一些这种 类似于胆汁这样的 或者是去采摘一些 这种冰微植物 从它植物体内 去提取一些核心单体 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合成 其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整个国内这块 整个合成生物学的 发展的路线路程 我认为是比欧美 已经走在欧美前面了 这里面牵扯到几个层面 我们国内在整个产能方面 是非常富裕的 就落地任何一个产业化的品种 它有足够的产能去释放出来 在人才储备这块 因为整个合成生物学 它是一个交叉学科 它不仅需要懂生物 懂化学 懂计算机 还有懂物理 它是一个交叉学科 那么国内这几年 在整个学科设计上面 也逐渐丰富起来了 像先进院这边的 他们所设计的一些学科 包括华南理工 他们专门针对合成生物学 设置这样的专业 所以在这种交叉学科 这个人才培养上面 我觉得我们国内 甚至说华南地区 是非常有优势的 你有没有想过 一个城市交通最繁忙的路段 全部藏到地底下 是一个什么样的景况呢 深圳就正在做这样的 一个大型的交通设施的规划改造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呢 就是一条实车道的交通主干道 那么现在它要改造之后呢 地底下的四层 可以停车 可以过人 可以走公交车 走自家车 还会有一条成绩的铁路 在地底下穿行 而我的左手边 是正在新建的大型企业总部 右手边则是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红树林 还有深圳的海边 这么大的一个工程 有什么样的难度 它的建设的规划 到底是怎样的呢 今天就来深度探索一下 这一个大型市政道路改造工程 位于湾区核心城市深圳的 最繁忙路段 滨海大道 这里即将会有1560米的路段 地面交通全部沉入地下 未来如果你来到这个城市 真的可以实现 在十次车道宽的路面 要有的物 因为过去的车穴马龙 将会变成光源 这次改造 可以说就是 次里的实现了 这个人车分流 打造了世界级的 冰水公共空间的 一个重要实现 创新采用了地下综合 开发围体的这个世界理念 打造了这个片期的立体 交通体系 中国还是比较少见的 可以说是一个首个的 一个快速路 主辅到一个 前幕下沉的一个项目 在世界来说 也是比较少见的 工程改造完成后 地下会有四层的空间 副一层是停车场 和人行通道 副二层是北侧主辅道路 南侧的主线道路 以及北侧的地下 港湾式公交车停靠站 副三层则是反过来 为南侧辅道 南侧港湾式停靠站 还有广州东莞深圳 城际铁路的站厅 最底的第四层 则是城际火车通行 和站台的部分 我们这个隧道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在常规的 做地下通道里面 它把这个主线做下穿 但是辅道往往 还是放在地面上 我们这个是主辅线 全部采用这种 下穿的这种方式 其他的类型的话 它可能辅道 还是在地面上 但是现在咱们这个是 全部都在地下 因为辅道 它是辅助道路进出口的需求 像我们在辅助 在北侧的超级总部 这个需求上面来说 它通过地下杂道的这种方式 连接超级的地下路网 来实现进出的 道发交通需求 这条滨海大道 在城市的西侧 它本来就连接着 本地的商业中心CBD 和科技企业聚集区 所以可想而知 必然是城市车流 最繁忙的路段 过去它已经有十条车道 但都难以满足 交通需求的发展 冯金说的总部基地 按照本地市政规划 这个地区要用来 为大型企业提供 总部办公场所 那么也就是说 未来这里的交通 会更加繁忙 通行人类就不匹配了 就改造就提出了 把这一段 全部进行改造 做成主线双向八车道 双向六车道这个规模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甚至整个特区内 只有深南路一条东西向主战道 所以到当时 这个交通压力就很大 那么实际上呢 1999年的时候 就是这个 整个这个路网就建成了 建成以后实际上 就联通了这个 福田罗福屋 这个核心区 以及南山区 当时南山区 那么同时在改造的过程中呢 又考虑到 北侧是这个 全球这个企业总部 在这边驻地 那么就是说 它对这个公共空间的品质 要求又比较高 那么就是所以提出了 我们把这个 从沙河东路到深湾五路 这1.5公里 全部下沉 把这个地面空间 让渡给城市建设 这样的话 就是说 能给市民提供更多 很优质的这个冰水 冰水空间 滨海大道下沉后 未来这个地方 在路面上 会有30万平米的 优质公共空间留给市民 附近上班和居住的人们 下楼就可以直接走到海边 和对面的 红树林保护区观光 城市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 一直考验市政规划的智慧 事实上早在1994年 滨海大道建设的时候 原本计划要从 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穿过 当时经过多方论证 最终决定为了保护 这个珍贵的红树林 道路建设方案 决定北移200米 绕开保护区 而相应的建设成本 因此就增加了1亿元人民币 不过时至今日 本地人都认为 这个代价虽然高昂 但十分值得 有这种得天独 独厚的环境 我们南测就是 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我们在整个规划和设计的过程中 始终秉承一个理念 就是城市建设 一定要与生态自然 相融和和谐共生 那现在我们在施工的过程中 会不会影响到这个红树林的生态 怎么样去避免跟它的一个冲突呢 控制我们施工过程的那种噪音 滨海大道旁边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是东半球国际候鸟重要的西西地 和南北迁徙通道上的中转站 这里还居住着大量的湿地生物 红树林公园和它沿海的走廊 现在已经是本地居民 亲近大自然的首选好去处 不过这一带的城区陆地 有很大一部分是填海而成 滨海大道全长9.6公里 就有7.6公里是填海建成的 所以要在这样的路段 挖下沉隧道去做大型的交通改造 工程难度相当大 这个项目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它的机坑特别宽大 机坑长度是1560米 宽度最宽的有100米宽 深度最深的有35米深 我们一般的地铁的那种 常规地铁站的规模 大概是200米长 宽度大概不超过30米宽 大概是6000个平方标准 然后我们这个机坑的 总的开发面积大概11万平方 就是大概在20个机体车站那么规模 然后第二个深度来说 35米深意味着什么 35米深意味着 如果说按地上的楼层在上 地下就有11层楼那么深 靠蓝色是深圳湾公园 是紧离深圳湾海域的 这个海域距离我们这个机坑 最小的近间距只有55米 而且这个海域的海水 跟我们地下水是贯通的 如果一旦发生管涌 那种海水一倒灌 实际上是这个机坑全部淹没的 滨海大道是原来的 这个沿海滩图 填住起来的 本来就是填海填出来的 这个回填的时间很短 大概只有20年时间 所以它的好多那种不良地层 我们这个不良地层比较多 它主要分为这个淤泥层 填沙层 这种对工程来说 它都是一个很不利的因素 20年前来说 它其实是一个海湾 海湾里面对结构的防腐设计 耐久性都是有很大的影响 像深圳香港那边都有在海边做机坑的这种案例 但是往往是以这种地铁机坑 规模不大 你像这个地铁的9号线 11号线都有沿海边 沿海边辐射的 辐射的这个大概 深度的话大概在20 30米深 宽度的话大概在20 30米宽 这种规模要多 像这种这么大规模的 非常少 非常少 国际上国内都非常少 深圳因为它有好几个总部基地 它把这个总部基地 定义为这个深圳之梦 这是大湾区的这个核心 就是对这一个区域啊 寄与了很多这个厚望 所以它这个地区的 不管是建筑的这个密度 包括各个方面的这个 别人啊 环保啊 包括这个智能化啊 包括交通的这个 交通的这个便利性啊 地下空间的开发啊 都很高 对 整体的相当是一个非常综合 非常全面的一个一个 一个大的概念 我们避海大道改造 相当于链条一样的 能把这其中的交通啊 包括地下路网啊 包括它的里面的这个 智能化这一部分的 给它串联在一块儿嘛 这个很不可思议啊 就是这么大一条 你看看啊 我们镜头飞机倒一下啊 原来是多少车道 我们是十车 是十车道 十车道 对 这么大一条马路 以后车就不从这个地面上走了 全部移到地下 对 是这个概念啊 对 这条路以后就成为历史了 不再通车了 整个都是一个很高端的一个花园 就是都市花园这样一个类型 工程师说 这一带的规划 是对标了伦敦西区的商务中心来打造的 事实上 全球知名的湾区城市 都在经济发展 居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平衡上 定下高标准 不过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 进行规模如此庞大的改造工程 国内和国际上 都很难找到可参考的案例 最大的难度 实际上是从规划的程序上来讲 要满足各种 就是要在规划初始阶段 就要考虑各种功能的协调 包括人形和车流的怎么样去匹配 这个是从规划的角度来说 那么规模上怎么去适合 我们这个疏解我们区域交通和片区人形 这个是一个规划的难点 那么从实施上的难点来说 对于这么大规模的一个体量 在我们市政项目上还是比较少见 包括又是我们濒临海边 那么它整个这个实施过程中 实际上是也是有很 我们也是面临很多挑战 虽然难度大 但这种下沉式交通市政系统 对于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 带来的改变 相信也是前所未有的 它的意义或许远远超越改善交通 这是城市管理模式的一次变革 它也许会成为城市中生活的人们 从追求生存目标到追求生活目标的一次进化 这种模式是特立独行 还是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呢 我们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